快馬當線全部馬筆準備 妥當第三場賽事 五班1650米的泥地賽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見到內蘭有彩里 中間粉紅衣是龍德風雲 新衣都王 以及這隻是華麗寶 外面有快馬當線最出的兩隻 一隻同夢 最外面是溫暖先鋒 後面那隻光芒四射 淺藍衣內蘭天婦 再後面的馬筆有天山 橙衣在尾五 尾四就是這隻不老英雄 內蘭位置還有天下寶 暫時電後有薄利好 以及這隻金威城 開始跑對面直路 前面帶頭是這隻溫暖先鋒 跟著第二位外面 殺過來有這隻同夢 再後面內蘭第三 捉著龍德風雲 第四位新衣都王 後面第五 內蘭藍蠻爪就是這隻華麗寶 在他外面拍著的綠色衣服 還有這隻更飛的快馬當線 後面灰馬有這隻彩利 內蘭天婦 外面是光芒四射 最出有這隻天山 後面那一層 內蘭是天下寶 橙色眼罩 中間不老英雄 外面尾椅薄利好 包了落尾 仍然是金威城 轉彎中間 次序上都沒有什麼動動 溫暖先鋒 童夢龍德風雲 內蘭第三 外面位置有這隻 新衣都王 內蘭藍眼罩 華麗寶 在外面還有快馬當線發爛 外面還有天山 中間是彩利和光芒四射的馬 大外蕩還有薄利好 金威城的馬 繞到最後兩百多米 前面透出有龍德風雲 中間位置有同盟 在外面快馬當線追 外面彩利也穿上來 中間位置光芒四射 最出還有薄利好 最後八多米 龍德風雲 外面上來有薄利好 還有中間就是彩利 接近中點 龍德風雲贏 第二名彩利 第三名的薄利好 第四名就是大外蕩的金威勝 結果這場賽事 11號馬這隻就是龍德風雲 剛剛先到終點了 彩利跑回第二 外面薄利好第三 金威勝跑回第四 結果這隻龍德風雲 臨尾的飛機也挺重要 說一些Q VinPay也有落飛 結果真的被他跑回來了 直到頭的特惠先 彩利追上來的勢也不頑 跑第二低 第三是薄利好 第四是金威勝 11、297 11、2、35倍 這隻彩利贏不了 好,看看他如何跑 二檔起步 比起兩步 一路側 一路側 看到鄭宇田 結果現在是一二檔 看看駱菲馬 駱菲馬 新三刀王 駱菲的 對,他很積極 李競海騎上來 為何會落那麼多飛 潘頓就坐著你都傻了 盡量跟前或試試跑道 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偏差的時候 走在前面好像比較好 騎士仔其實也沒有做錯 不過他不夠快 對,他不夠快 然後他要撿上來 一路在二、三碟的位置 他這隻臨尾三十多元 他原本跟彩利差不多飛 他成為這個距離 熱到頭 你看,天生 橙色衣服的那隻 沿途就很浪費 他都追得下 駱菲馬就跟著他 對 駱菲馬也在外面 四搭 再跟著 那麼威性 追上來 很行的 這是第四 沒問題 跑道 即是可以追 可以追 因為彩利也是中間偏後位置追上來 說真的,吃泥吃到暈 人馬也吃到暈 你看彩利 不過你可以看彩利 其實在轉彎 那隻馬自己已經在那些洞 是想飆上來 就是說這隻馬的泥地性能 真的很好 博利好在外面衝 龍德風雲繼續貼著欄 新三刀王、童夢 這些在前面炸彈聲 走回來也沒有 都很快,頭兩段 分地時間頭 斷27秒77 第二段23秒61 第三段25秒02 有沒有斷14秒26 總時間1分40秒66 又不慢的 快於標準時間 不足半線